康熙年间,有位年轻的财主名叫马文善,此人平日里喜欢游山玩水,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一日天降大雨,马文善骑着高头大马无处躲避,只见不远处山脚下有个茅草屋,他心想天色已晚,只好上那里借助一宿了,就是不知道主人家可否同意,快马加鞭来到屋前,马文善跳下马轻声唤道,屋子里有人吗? 可半上也没有人回答,他只好走到窗前向内观望,只见一位太婆坐在炕上,也许是年老耳朵不听使欢,所以没有回应,想到这里马文善只好冒昧地推门而入,太婆,今日我路过这里,天降大雨,能否让我在这里暂住一晚,我这里有些银两可以送给你? 马文善问道,看样子你和我儿子年纪差不多,不像坏人,你就住在他的房间吧,不用给我银两 太婆指着旁边的房间,太婆,那你儿子回来住哪呢? 太婆眼泪在眼圈打转,半上说道,我儿闯了祸,被官府抓走了,回不来了,家中就剩我一人,我的腿有毛病,干不了活,恐怕等不到我儿回来了 太婆,我叫马文善,你可以和我说说,你儿因为何事被官府抓去,也许我能帮到你 哎,说来话长,咱们小门小户,怎能斗得过人家,城中有一个流园外,此人贪财好色,强强民女,我儿气不过,搅了他的好事,打了他一顿,他便报官,将我儿捉了去 岂有此理,我与那官府老爷也有几分交情,这是包在我身上,明日我回城,就去为您办此事 马文善见太婆可怜,便承诺替他狱中救子,第二天马文善离开,很快进了城,他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往刘培胜家中 刘培胜正是当地的父母官,与马文善有几分交情,文善兄,今日吹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这是云游四海刚刚归来吗? 刘培胜笑脸相迎,兄长,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 马文善不喜欢兜圈子,开门见山地说道,来人,备酒席,文善兄,咱俩边喝边聊 很快酒席上桌,马文善说道,兄长,狱中是否关押着一个叫孟静良的小伙子,他是因何事入狱的 文善兄,却有此人,此人虽然冤屈,可他确实打人不轻,刘原外抢抢民女,他出手阻拦,虽说就下了翠莲姑娘,可他出手也重了点,直到现在,那刘原外还在病榻之中呢 此乃英雄啊 兄长,孟静良家中还有一老母,腿脚有毛病,行动不便,如果他再不出狱,恐怕他老母亲会命丧九全啊 还请兄长想想办法,文善兄,我就说你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你这是向我要人来了,好好好,我明日想个办法放了他就是,哈哈,多谢兄长 马文善道谢后,与刘培圣小坐了一会儿,便赶回家中,第二日,刘培圣将孟静良从大狱中放了出来,还不忘叮嘱他,要谢谢马文善,是他出手向救的 孟静良被说得满头雾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马文善这个人,他为什么要救自己呢? 回到家中彻夜难眠,心想一定要当面道谢,再问问他为什么要救自己 孟静良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马文善的住处,谢过之后,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他想知道马文善为何要救他,马文善笑着说道 因为我敬佩,你是一条汉子,还有你家中的老母亲实在太可怜了 我将你救出,也是救了你母亲一命,否则他老人家如何度日? 我母亲,您真的见到我母亲了? 孟静良不解地问道,那当然,没有你母亲,我怎能知道你的情况? 马文善将那天借助的事情说了一遍,本宫,不瞒你说,我母亲早些年就去世了,这怎么可能呢? 孟静良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马文善真见到母亲了? 二个大男人也说不清了,孟静良也只好拜谢后赶回家中,八月的天气不冷不热,很快天黑了下来,走着走着, 见前方有一女子提着灯笼向自己走来,这荒山野岭的,怎么能有女子呢? 孟静良虽说有些害怕,可一个大男人总不能掉头就跑,只能仗着胆子前行, 这位公子,小女子是外乡人,本想投奔姑妈家,可在这林中迷了路,走了一晚还在原地, 能否让我与你结伴而行?女子问道,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孟静良问道,我要前往凤凰山下姑妈家中,本来日落之时,能到没想到迷路了。 姑娘,你姑妈是叫秦月娥吗?正是,你怎么知道? 你是,姑娘不解地问道,我是秦月娥的儿子孟静良啊, 你就是我的表妹秦盈盈是吧? 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我们十年没见了。 表哥,太好了,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你。 二人边走边聊,孟静良将母亲去世的事情告诉了秦盈盈, 秦盈盈也将家中的事情告诉了孟静良,原来秦盈盈家乡闹瘟疫, 家人也都相续离世了,她便只身一人来,投奔姑母, 很快二人回到家中,秦盈盈底下头问道, 表哥,你还记得咱俩的婚约吗?表妹,我自然记得。 可,可我现在一穷二白,怕耽误了你的前程啊。 孟静良说完,也低下了头,呜呜,我千里迢迢而来, 如今表哥也不要我了,姑妈也不在了, 我看我还是走吧,找个地方自生自灭算了。 表妹,你别哭,我最看不得女人哭了,若不嫌弃, 你就在这住下,我还有把力气平日里上山砍柴,也能度日。 表哥,那你今日就算娶我过门了。 秦盈盈活泼可爱的样子,看得孟静良如痴如醉, 二个年轻人就这样做了夫妻,白日里孟静良上山砍柴, 秦盈盈便在家烧火做饭,收拾家务, 二人的日子虽说泪点,但是过得有滋有味, 相公,我游喜了,你要做父亲了。 一日秦盈盈依偎在孟静良怀中说道, 从那以后,孟静良对盈盈更是呵护备质, 疼在手心怕话了,含在嘴里怕烫了, 只是秦盈盈一天比一天比一天不开心, 孟静良有些不解,十个月转引即逝, 秦盈盈生下一男孩,从此后,秦盈盈日日以泪洗面, 可每每问起原因她又不说,孩子满月后, 秦盈盈把孟静良叫到身旁说道, 相公,咱俩的缘分已尽了,明日我必须离开了, 以后你要照顾好咱们的儿子,不要想念我。 娘子,你怎么了?为何胡言乱语? 孟静良总觉得妻子最近一段时间有些诡异, 可又说不好哪里出了问题? 相公啊,我不是你的娘子,你的娘子早死了, 我是被你救过的狐狸,为了报答你, 化作你的表妹,与你成亲,如今为你生下一子, 恩情也报完了,我们的缘分已尽了。 娘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日你上山砍柴,见一只狐狸被狐狸夹子夹到了, 你便将它救下放生了,那只狐狸就是我, 后来我知道你有难,我就化作你母亲的模样, 让马文善救了你。 孟静良一想,确实有此时, 她的确救过一只狐狸, 相公,你表妹一家都感染了瘟疫不治而亡, 我便化作你表妹的模样, 与你成了婚配,为你生了义子。 娘子,能不能不走啊? 不管你是人是狐,我都不怕, 我不和你分开。 相公,缘分进了莫抢求, 还记得你搭救的那个淬莲姑娘吗? 她才是陪你到老的人, 你要好好珍惜。 秦莹莹说完话消失不见, 秦莹莹走后, 孟静良家里家外都要靠自己, 还要照顾儿子, 又时常思念妻子, 三个月的时间便瘦得皮包骨了, 躺在床榻上一并不起, 一日呼听有人敲门, 孟静良开门一看, 原来是淬莲姑娘, 恩公。 听说你重病在床, 家中孩子无人照看, 我是来照顾你和孩子的, 怎能麻烦姑娘你呢? 孟静良有些难为情, 恩公, 若不是你出手相助, 我早被那流缘外欺辱了, 你快上床休息, 家中的事就交给我吧。 在翠莹的照顾下, 孟静良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翠莹对孩子也是视如己出, 孟静良看在眼里非常感动, 二人日久生情, 便做了长久夫妻, 后来孟静良子孙满堂, 一生行善, 也常常教育子女们, 一定要做个正直善良的人, 民间故事亦在传承民间文化, 传递正能量, 与封建迷信无关, 结语, 孟静良只是一个穷小子, 但是他心地善良, 侠甘义胆乐于助人, 救下受伤的狐狸, 帮助翠莹姑娘不被流缘外欺辱, 孟静良做好事不求回报, 但冥冥中总有人出手相助, 狐狸化作母亲, 让他脱离了老雨之灾, 又化作表妹, 为他诞下义子, 翠莹姑娘在孟静良重病之时, 也前来照顾, 报答他的搭救之恩, 后又嫁他未妻, 可见人生在世, 种下什么因就结什么果呀?